畫面顯示 捐贈過程由女護士全程幫助 取貞質牆壁上掛滿美女艷照等等 有關方面 船隻否認了網上謠傳 並拿出確鑿證據 證明上海貞子庫是規範嚴肅的 很顯然 黃色貞子是一場惡搞 由於社會環境等因素變化 男性貞子數量減少 互力下降 患不育症的夫婦大幅增加 人群當中 有百分之十以上的夫婦有不孕不育的問題 其中男子的毛貞或小貞佔了三分之一 向神職專家求助的求子夫婦 正在逐年增加 這樣的狀況 充分說明了 貞子庫工作的崇高而有艱辛 我們以為那些惡搞者 只是那些低級趣味者 如果我們不能消滅所有的低級趣味 我們的社會主流 應該唱到崇高尊重科學 網站絕對不可以為了迎合低級趣味 無原則地大量喘發地惡搞的黃帖 當然 黃色惡搞可以吸引到這麼大的點擊量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我們對於 性和生殖科學的普及教育程度 依然很低 到明年就是五四運動九十周年了 看來在我們的社會 不要說經常被嬉嬉嬉的德先生 在本院當中 專為第一生產力的蔡先生 也遠未有新請來 民生記憶 信用方法 請講到負面 郭路 紅 砍 庭 海老局 老局 砍